我這次介紹的牌組就是這副火裂研碼的下巴牌組 這副牌組我們兩天前的直播中有試玩過 它其實算是一種速攻型的打法 不過這副其實是我自己組裝的 所以可能有很多缺點或者是有些缺陷 不過作為輕鬆玩的卡牌來說 我覺得這副牌組其實都不錯 首先講一講這副牌組就是這個速攻型的打法 它能夠很快速地打到高壓的傷害 只要你懂得配合九尾和下巴的支援卡 其實它就可以打到120傷害 作為一隻基本普通卡牌來說 打到120傷害其實是十分之高的 如果遇到一些節奏比較慢的牌組 其實你的勝率都會隨之提高 因為你的快攻的節奏 令到對手的節奏都要跟著你的步伐去到走 所以這一個就是這副牌組的優點 這副牌組都有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當對手牌組是一些比較血量高一點的精靈 其實你就很難應付到 因為這副牌組只要用完下巴和把木之後 其實它的傷害都不是十分之高 更何況九尾這張牌其實它的血量都不是很高 所以其實去到大概中期左右 其實它的血量基本上有機會被人一下致命 所以它的缺點就是不可以拖節奏 如果被對面拖到節奏的話 其實你這副牌組就很容易輸了 所以變相如果你在大概五彎或者七彎都打不贏對手 如果再被對面拖下去 其實你就很大機會輸了 三個廢章 OK 小火馬加下巴起手 你糟糕了 這樣是最好的 又是啟暴龍嗎? OK 那我一發秒了你 有根放到 它第二回合進不到蝦古龍 它就會死給我看 其實直接換走 六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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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馬就可以 下一吧 OK 他如果不扔重的話我就會拿拿茲來 好 不是,我拿拿茲錯了,打不死 打死他的毒氣元 因為我放不到兩張支護盒 兩張支護盒 打絲漏氣 啼屎漏氣 兩張下白 非常好 先進化了這隻 現在打法可以直接打死他 先進化了這隻 打絲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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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秒不到 打絲漏氣 要狗味才秒到 立即洩漏了底牌 對面不走 其實他應該要走 走 狗味來 如果打這些速攻 啟暴龍的應該是未必夠打的 除非我卡牌組 抽不到狗味 啟龍 打絲漏氣 一副牌裡面這麼順 有沒有順成這樣 接著不是下一回合馬上啟暴龍 打絲漏氣 追了一堆傷害 多神聖 打絲漏氣 不是喔 應該要先進化 他啟暴龍出來 糟糕了 忘記了 他啟暴龍打隨機 他真的進化啟暴龍 沒有了 他不打人 為什麼他不打 對 因為他沒有雷系 他卡能量 卡能量 金神棋 能量都卡 先看看 這裡 直接打 你打不行 我以為我輸了 他下一顆也是水 他還是要輸 他沒有重 完了兩顆水 投降吧 來隻狗味 終結了 狗味狗味 完了 來吧 剛才好像也見過這一套 剛才也好像是這一套 這個也順利 但是 這個也打不到人 很順利地進化 但是 卡不到龍星群 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拿茲 好像我也沒有 我忘記了 反木 反木沒什麼用 卡比獸不會更好嗎 武器雙子雖然 好像很有用 因為他可以 即時走 他有張牌 但用處不是很大 他這裡不走 這樣換我上來 他不換蝦古龍上來 他就死了 我還以為我輸了 我看起來這麼奇怪 對著四個水能量